驻美代表金普聪今天带着一家大小出席 大华府地区的元旦升旗典礼 金普聪的儿女唱中华民国国歌 国旗歌都没有问题 不过对于梅花还有中华民国颂 好像就有一点不大熟悉了 对此金普聪说将给孩子做爱国歌曲演唱特训 希望下次表现会更好 华府侨胞顶着摄氏三度的低温 举行元旦升旗典礼 驻美代表金普聪一家五口共享盛举 就连平常不住在华府的大公子也出席 乔邦们仍在海外 新在中华民国 元旦升旗 国歌 国旗歌 呼口号 以及爱国歌曲一样都不少 不过中华民国颂和梅花这些爱国歌曲 对于海外年轻一辈来说似乎有点陌生 包括金普聪的儿女 所以我刚才在上面唱的时候也想到你讲的问题 我已经决定回家要开班授课 虽然我的歌后不好 但我太太音乐细胞比较好 所以我们家一定开训练班 下一次相信一定会表现比较好 美国时间1月2号金普聪将启程反台 接着在6号赴立法院备巡 这一年多来的工作报告他准备好了 台北关系中华民国跟美国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有很多的突破跟发展 我们会很详细的跟委员做一个说明 再看委员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再一一回答 不管记者怎么问 金普聪就是不透露报告内容 一切等到了立法院再说 TVB新闻段 玄家辉 美国马里兰州报道